第17题,有关保险师的融点高低与使用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我们保险师要保护我们的电器 不让他的电流过大 那我们的保险师的电流就要跟我们被保护的电器的电流一样 那么要串联的时候才会使我们的电流相同 所以保险师应该与我们被保护的电器串联 同时呢,是希望我们的电流过大的时候 有比较高的电流热效应 我们的保险师就会烧断 然后形成段路来保护我们的电器 所以我们的保险师的融点不可以很高 他希望他能够容易的融化 才能够在有比较大的电流热效应的时候熔断 那么来形成段路保护我们的电器 因此第17题,我们说 有关保险师的融点高低与使用方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低融点 且因与被保护的电器串联 我们就必须地打电器与使用方式下列叙述 是方式下列叙运离倾 所以我们就不担担务 你OK 我可以担述 我们可以担务 我们可以担驭